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失落的文明》 古代文化的谜团揭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星辰下的废墟,探索古代都市遗迹 二、神话雕塑,时钟诉说的传说 三编织命运的手,等级与职业的文理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星辰下的废墟 探索古代都市遗迹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有些地方就像是时间的藏书阁 每一层尘土都记录着过去的故事 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长廊 探索那些星辰下的废墟,古代都市遗迹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目的地,历史的深渊 首先,我们来到了埃及的吉萨高原 在这里,有三座伟大的金字塔 和师生人面向守护着古老的秘密 你可能会想 建造这些巨大建筑的古埃及人 是不是有点太闲了 其实不然,他们只是在尝试 通过这种方式与神对话 或者更实际一点 为了让法老在来世中 也能过上豪华生活 想象一下 你辛辛苦苦建了一个豪华别墅 结果几千年后 被人当成旅游景点 这得多尴尬呀 接下来 我们的时光机带我们来到了希腊的雅典 在这里 未成的废墟 依然高傲地俯瞰着这座城市 古希腊人在这里讨论哲学 政治 戏剧 还有谁的雕塑更帅 他们可能没想到 几千年后的我们 会对他们留下的石头堆这么感兴趣 不过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思想 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 可能会在冥界里得意地笑一笑 再往前 我们到达了罗马帝国的心脏 罗马 这里的竞技场 凯旋门和古罗马玉场 让我们不禁感叹 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真是够奢华的 他们在竞技场看比赛 为决斗士加油 然后去玉场放松一下 最后可能还会在凯旋门下自拍一张 如果他们有手机的话 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 简直就是现代社交媒体上的 网红生活原型 最后 我们的时光机 把我们带到了玛雅的废墟中 在中美洲的丛林深处 玛雅人留下了令人惊叹的金字塔 宫殿和天文台 他们精确的天文知识 和复杂的立法 让人不得不佩服 不过 他们的日历在2012年结束 这让不少人误以为 世界末日就在那一年 显然 我们都还好好的 可能玛雅人只是觉得 到了2012年 该换的新日历了 通过这次时光旅行 我们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也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 这些星辰下的废墟 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那些 曾经塑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不过 如果古人知道 我们把他们的家园 变成了旅游景点 不知道 他们会做何感想 也许他们会觉得 这也是一种被永远记住的方式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神话雕塑 石中诉说的传说 在探索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不时会遇到 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石头 它们不仅仅是冰冷的物质 更是古人智慧 与想象力的结晶 今天 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些石头背后的世界 探索那些被雕刻成型的神话传说 看看古人是如何在不拥有 Netflix和YouTube的年代 通过石头来娱乐自己的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那位在希腊神话中 大名鼎鼎的美杜莎 据说 她曾是一位拥有惊人美貌的女子 但因触怒了女神雅典娜 被变成了一头蛇发女妖 任何只是她眼睛的人 都会变成石头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古希腊雕塑家 而你的任务是 创作一尊美杜莎雕塑 这无疑是个基础活 你得在不只是她的情况下 完成雕刻 否则你的作品 可能永远也完不成了 当然 这只是个玩笑 古希腊雕塑家们 并没有真的变成石头 再来看看 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 他是个力大无穷的神 手持大锤米约尔尼尔 保护着人类 免受巨人的侵害 在一些雕塑作品中 托尔被描绘成一位肌肉发达 面带威严的战士 手持锯锤 准备随时出击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托尔真的存在 他在现代社会中的职业 可能是什么呢 也许他会是一位 非常受欢迎的健身教练 或者是一位在建筑工地上 挥舞锤子的工人 不得不提的 还有中国神话中的哪吒 哪吒是道教神话中的神童 以其顽皮和勇敢著称 在一些雕塑作品中 哪吒被描绘成 骑着风火轮 手持火箭枪 银姿飒爽 但如果哪吒生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是那种 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 但又让人忍不住喜欢的小淘气 想象一下 哪吒骑着滑板 手持自拍杆 在城市中穿梭 这画面是不是很有趣 通过这些神话雕塑 我们不仅能够一窥古人的艺术成就 还能感受到 他们对于神话故事的热爱和想象力 这些石头虽然沉默无声 但他们所诉说的故事 却跨越了千年 继续在我们心中激起波澜 所以 下次当你在博物馆中 遇到这些神话雕塑时 不妨试着去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神话人物生活在今天 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样的思考 或许能让你对这些古老的艺术品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编织命运的手 等级与职业的纹理 在探索人类社会的纷繁历史时 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变的真理 无论是在古埃及的金字塔下 还是在现代都市的摩天大楼间 人们的生活总是被等级与职业 这两根看不见的 现编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案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用一点幽默 来探索这个主题 编织命运的手 等级与职业的纹理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如果社会是一件大一 那么等级和职业 就是那些让它既保暖又时尚的线 想象一下 古埃及的法老王 他们的职业 基本上是全职神灵代理人 等级自然是顶尖的 而建造金字塔的工人 虽然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至关重要 但在等级的梯队上 他们可能就在稍微靠下的位置 这种情况在今天也有所体现 只不过 现在我们可能会说 软件工程师是数字世界的建筑师 而社交媒体影响者 则是现代的宫廷小丑 说到职业 历史上总是充满了有趣的转变 比如 在中世纪 成为一名抄写员 是一份相当受尊重的工作 因为你是少数几个能读能写的人之一 但是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 这个职业 就像是被时代的车纹碾过一样 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这让人不禁想问 几百年后 人们会不会回头看今天 觉得数据分析师和云计算工程师 是一些古怪的职业呢 等级的故事也同样精彩 在不同的文化中 等级的划分方式五花霸门 在古印度 你的职业和等级 几乎是由出生决定的 这就是著名的种姓制度 而在古罗马 你可能是一个自由民 但如果你欠了太多债 恭喜你 你可以直接升级成奴隶 这种升级方式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讽刺 在现代社会 虽然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 明确地划分等级 但是等级和职业 仍然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比如 你的职业可能决定了 你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 或者你能否进入某个高端俱乐部 总之 等级与职业这两根线 从古至今 一直在编织着人类社会的命运 它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同时也不断提醒我们 无论是追求个人的梦想 还是努力改变社会 我们都在这幅大图案中 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迷茫或者挫败时 不妨想想 你是在为这幅复杂而美丽的图案 添上哪一笔独特的色彩呢 亲爱的观众们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探索了 古代都市遗迹神话雕塑 和等级与职业的文理 这些话题 看似离我们很遥远 但实际上 它们都与我们的生活系相关 古代都市遗迹 让我们了解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也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 神话雕塑 让我们感受到 古人对于故事和想象力的热爱 也展示了他们的艺术才华 等级与职业的文理则告诉我们 社会的等级和职业体系 无处不在 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命运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无论你是古埃及的工人 希腊的雕塑家 还是现代的软件工程师 你的存在都在这个大图案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管你做什么 重要的是要保持对历史的敬畏 和对未来的希望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观众的想法 你们对古代都市遗迹 神话雕塑和等级与职业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 它们对我们的现代生活 有什么影响 请在评论中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